著名的公管商圈每天吸引许多观光客来消费 尤其是在暑假的假日期间 庞大的人潮经常要和车辆征道 为了让游客有更舒适安全的逛街环境 市政府交通局将在8月2号起 事半慢行徒步区 请民众多加注意 为了在公管商圈事半慢行徒步区 市政府交通局特别召开记者会说明 从8月2号开始的例假日 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 交通管制区域包含螺丝幅路三段 316项、286项、316项8弄 螺丝幅路四段24项以及24项12弄 这五条项道只提供给行人以及自行车通行 另外在螺丝幅路四段24项的机车停车格 也配合在例假日限停自行车 这几条项道它都有一个替代的道路 那从永福桥下来的话 你可以往左或往右 这边都有替代道路可以来通行 不一定要走这几条项道 那我们也评估过 对相关替代道路的一个冲击相当有限 而且我们也清楚这个公管这边的话 我们除了一个捷运站之外 我们这个公车路线相当多 这边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公车转称点 对于市政府规划在公管商圈事半慢行徒步区 当地的里长表示乐观其成 同时也希望未来能加强环境改善 让公管商圈更加美观 像噪音、卫生的问题 还有流动痰瘫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一定要重视 不然你说如果说再制造一些痰瘫出来 原有的一定要留下来 它本来就是维持原状 那增加也就不要再增加 西门町它也是弄了很漂亮的行人徒步区 那你不要说只是说只是一个那个柏友路的这个行人徒步区 看起来没什么气氛 只在上面那个感觉也不是很好 这个我们当初那开协调会的时候也都有讲 那机车的问题我们是希望交通局也好好的规划 那我们市区的里面我们也有跟他沟通 但是我也建议交通局说 在目前要实施的这个阶段 尽量以那个文宣跟他们宣讨 让他们心理有助 然后一步一步让他们自然的形成 说就是我们这个公管院是商圈 到最后一步我们进行说 我们应急的设备再来处理 市长郝龙斌表示 公管商圈的慢行徒步区是半三个月期间 欢迎地方各界能提出建议 市政府将会拟定更好的方案 让商圈的环境更符合民众的需求 中家台北新闻许超雄采访报导